好 最新消息稍早9.05分发生有感地震 震央是在花莲县的光复乡 那么瑞士规模6.0 各地详细的震度还有有没有灾情传出 详细的状况把时间交给记者郑一山 澳洲观众 但也要了解稍早9.05分发生的规模6的地震 那么这一次地震的震央是在花莲县的光复乡 地震的深度是有达到7公里 属于比较浅层的地震 那么各地最大的震度在花莲是有达到5级 感受可能会比较明显 另外台东南投都有达到4级左右 还有在台中 嘉义 云林 宜兰 彰化 台南 台北 地震也都是有达到这个震度有达到3级左右 另外高雄 苗栗 桃园 新竹 屏东 地震的这个震度也是有达到2级 另外稍早我们在台北的高楼 也有感受到明显的摇晃 而且这个摇晃的感觉至少有超过30秒以上 可也有可能是因为台北这个盆地效应 所以高楼感受会更加明显 那么根据稍早高铁这边的回报 地震目前是没有影响到列车的运转 不过在北节的部分是有稍稍受到延误 因为北节是在06分的时候是有接户到地震二级的讯息 所以当时是有照SOP来进行列车慢速巡轨的作业 那么目前最新的回报是暂时没有异常 后续有状况会再回报 台铁这边还在了解当中 稍后台铁有最新的消息 我们也会再为您做更新 那么其实在今天凌晨2点多的时候 也有发生两起小区域的地震 不过正央是在台东的关山 那么发生的时间是在凌晨2点30分 跟凌晨2点38分的时候 地震的规模是3点5和3点6 距离这一次早上9点多的地震 位置是相对比较远的 那么这三起地震有没有关联 还要再等地震测报中心说明 那么地震测报中心呢 现在也还在分析这起地震发生的原因 在稍后10点呢会再来做说明 台式新闻也会带您随时来掌握 先把时间交换给彭林主播